NEO 聊世紀天天榮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癲狂之地2比2團戰 這場比賽是HERO、DAUT 還有天才少年跟HUD 四位玩家所打的 算是練習賽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藍色的文明 馬扎爾人是HERO選擇了 那馬扎爾人天生擁有免費的鍛造技術 那後期也會免費的三弓 前期的肉馬也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馬扎爾人可以迅速打出自己的肉馬的遊戲節奏 那後期的馬扎爾人還可以轉出反驅功 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喬治亞人大約6點鐘方向 這個不是他隊友 那我們先繼續講 喬治亞人跟法蘭克的文明有點相似 相似的地方都是經濟還算不錯 而且後期的騎兵都非常強大 那莫拉斯帕後期也是喬治亞人的主力 前期的部分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騎士 才可以打出雪球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是蒙古 那蒙古的話 肉馬是有這個血量加成的文明 而且馬攻勢的非常快 前期在顛簧之一這樣地圖 可能還是要打工兵開局 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高敏人 高敏人的話 那他的特色是房子可以住進村民 在團戰的時候遇到騷擾 可以及時收到房子裡面躲避敵人的這個偷架 那中後期也可以很適合打出大量的重裝騎士 或者是打出大洛馬 或是大象 奴炮 都是很適合他的後期打法 而這把的開局我覺得蠻特別的 道特跟Hero 兩邊都是選擇了偏騎兵國 沒有一個比較算是能打工兵的 雖然馬渣人是能打工兵 但是他的工兵路線也不是特別強力 所以有可能到了中期 兩邊都是瘋狂爆馬的路線 會比較有可能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道年這邊蒙古 看他開局如何 有沒有下魔防呢 有下魔防 應該不是要打極限工兵配置 開魔防的話 就是一個正常的工兵開 工兵開的話 數量不會到非常多 但還是 還是能開的 只是數量沒那麼多而已 好 接下來看到這邊四隻 那這裡也要開了一個魔防 那裡面都是一個正常開局 好 但這邊 道特好像沒有要開魔防的意思喔 沒有要開魔防 可能要直接升上去了 因為高明是不需要 時代升級建築物 就可以升級的文明 想要把這資源省下來 到封建時代 直接蓋馬舊嗎 可以的 可以直接省下一個 軍營 直接去產出馬舊 所以高明在這個前期的升級來說 是非常迅速的 迅速升到城堡時代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喬治亞這裡 喬治亞的部分是補了一個軍營 也是開果子 開果子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先升到封建時代的是喬治亞 喬治亞馬上補了一個馬舊 那這邊道特 這邊是馬上補了一個馬舊 好 兩邊都是馬舊開 那這邊馬沙爾人呢 馬沙爾這邊要打工兵嗎 不可能吧 也是馬舊 果然 OK 那共有預想的沒錯 道德跟Hero 兩邊都是 選擇了馬舊開 他的隊友 蒙古 這邊是還沒升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暫時還沒有辦法產出射箭場 那也不確定會不會直接打一個封建 還是要直接黑跳城呢 但是黑跳城的話需要一點資源 可能要靠一下買賣 好 看起來是要打黑跳城囉 蒙古的打野之力 此野味速度很快 黑跳城看起來是成功了 好 先射一下 好 成寶石代補下去 這一波打的是21加2的黑跳城 OK 少年蒙古黑跳城 那這邊一定要挖石頭嗎 像個槍兵手下 好 這裡看起來暫時沒有辦法挖到石頭 石頭都在一些比較尷尬的位置 所以要升城堡 速點蒙古突擊也是有點困難 好 但這邊已經要升上去 雖然這時候道德已經看到對手要來黑跳城 但好像來不及 好像升上去會被蒙古的騎士暴打一波 好 劍塔已經插下來了 看一下這一波 選擇直接低調往後跑 電塔還是想要給到一些壓力 好 目前現在的情況 對於道德來說還是比較拼有力一點的 這個戰況 好 由於蒙古沒有弓兵的關係 現在戰況是一面倒 碰住了祖金 好 洛馬再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草原起兵出來了 我走騎士 走草棋 草原起兵 在這個時間點就有血量優勢了 72滴血 跟以前比起來血量算是少了10% 好 那目前的情況 現在是 好像是少6滴血 記得是78滴 下品種就是98滴血 那現在道德這裡要繼續打出優勢來的話 這4次是村民 可能要繼續連環插場 繼續控住蒙古的支援點會比較好 好 草原起兵現在要來回頭抓道德的村民 道德的村民直接被殺掉了一隻 是洛馬兩邊互相開打 最後的結果是哈爾特的洛馬 也反殺了回去 結果兩邊都是走一個騎兵路線 沒有人在跟走工兵的 好 但是現在三家都還在封建 就只有 少年 這邊是城堡時代 看要不要找個機會 補一下 城鎮中心 稍微回農一下 好 草奇出發 趕快去偷村 現在亮王塔也補下了 這邊的肉馬 現在數量來到了8隻 8隻肉馬 然後繼續給阿力 現在家裡的情況是8隻肉馬 兩邊都是8隻 那 高敏這邊 剛剛是把村民躲到了房子裡 誰是三隻又走了出來 然後來高敵室嗎 求命查劍塔 結果這看起來好像圍著差不多 好 那紅色 好 這樣已經開始補下了品種 跟一擊功 這邊Hero 這邊要小心一點 Hero這邊要是被 有品種的肉馬 加一攻的肉馬反殺的話 會很傷 這邊也要找個機會 點一下品種 OK 品種等在後面 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稍微守住了一下這個骨子區 待會撒農鐵也比較安心一點 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啊 看起來這個是有洞的 好 哈特這邊想要嘗試進去 但是發現 哎呀 其實沒有洞 看來是有為好 好 這一村可能被抓掉 反截成功 少年現在草原騎兵也來到了哈特家 現在DOT的村民 是稍微有點落後 36村跟37 但是現在蒙古這邊的村民 笨加落後 好 這一波交換 草原騎兵送的有點多 好 有品種 稍微能對打 草原騎兵要打贏的話 稍微有點吃力 現在肉馬有品種的關係傷害也是非常高 這一波Hero直接上面硬打 想要直接收掉 草原騎兵打了成盾的傷害 但是後方的肉馬實在數量太多 有點寡不提中 草原騎兵直接被迫拉打 最後還是收掉了最後一隻草原騎兵嗎 草原騎兵只剩下一隻 Hero一打二 成功 單挑成功 Hero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肉馬直接硬生生的吃光 那DOT這邊呢 三隻肉馬開始想要來搞點事 好 城堡時代也補下了 喬喬城堡時代補下 DOT這邊也補下了城堡時代 在兩邊都是補的比較穩定 時間點20分鐘點還算蠻早的 好 前期搞了這麼多事情 真不愧是高免之力 省下來的木頭 前期多撒點農田 這邊經濟馬上就起飛了 那Hero這裡呢 這裡要找個機會 也要頂一下會比較好 好 打一下 快免加刺頭 互相輸出 只有一隻槍兵 直接戳到 後面有兩隻槍兵過來 Hero這波有點送 送掉了一匹馬 好 這邊升級上去 DOT待會要打的是 超加策略嗎 後面直接補個馬舟之類的 直接從後面採騎士 反地直送 騎士 要補嗎 沒有打算補 後面TC沒有開 馬舟雙TC 雙馬舟出騎士 現在喬治亞人 現在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騎兵 大個馬舟 大會要來準備噴騎士了 那Hero這邊食物也是非常夠 也要來點城堡時代 剛剛由於一打二的關係 現在時代稍微有點 被拖到 結果這些村民還被抓掉 Hero這邊大一了 沒有閃 這些硬生生的被草棋吃光 上方挖金礦的村民 那這樣大會上城堡時代的Hero 黃金會很缺乏 好這邊草棋想要拉打 但是這邊硬打的 刺頭騎兵傷害是有點高 結果草棋騎兵還是沒有辦法承受住 這麼大量的肉馬 過馬奴隸往前繼續追趕 草棋騎兵的防護率實在太薄弱 這邊對打防護是0的狀況 草棋騎兵沒有任何的優勢 連刺頭都能逼退對手 所以蒙古這邊選擇草棋有點納悶啊 雖然草棋也是能打 但是現在是打團戰 對方一定會出騎士跟肉馬的部分 不如直接打駱駝算了 當然草棋騎兵可以透過操作去秀得出優勢來 但是這個秀得出來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尤其是要先把攻擊力點起來之後 才會比較好秀一點 好這邊村民再度又被抓 現在 又殺了一隻村民 喬治亞人村民數也開始越來越多 Hura的村民數只有37村 這邊肉馬還在努力擋 道特這裏沒有給到對方更大的壓力 騎士的部分在喬治亞家裏開始繞 唉唷這位喬治亞這邊還是被抓到了幾村 好看起來是被抓的蠻多 三村有 但是這邊直接撞TC去抓村民不是非常好 有點小虧 好這邊還被槍兵戳到 當然騎士到處在亂 正面又被收掉了一村 這一波草原騎兵 加上道特騎士也在家裡防守 現在四處點火 到處都在開戰 道特家裡的守住 42村 村民數稍微有點弱齁 蒙古這邊村民還沒有起飛 村民數還是只有少量36村 又要升到城堡時代 先點下七騎兵升級 正面直接用青騎兵 加上大量的 哇直接時光 加上道特的兩隻騎士 最後守了下來 這一坨青騎兵已經擊殺了這麼多單位了 看來團結還是力量大 多點數量也是能反擊騎士回去的 好這波青騎兵想要從右邊衝過去 抓掉這些僧侶 這邊有聘燈 跟道特說我要衝了 道特在家裡是開下雙TC先農了一下 右邊草息又找到了一個機會 少年這邊手速開點 直接點死 搞定 後面升旅著想 沒有找到 星騎兵上去 想要抓升旅先抓 卡位 升旅回不去直接死去 後面的星騎兵 一刀 哇差一點 差一點就可以砍掉剩下的升旅 這一波升旅衝過來 讓蒙古人 轉出了一些駱駝 現在正面戰力果然有點打不太贏了 好這樣這裡還是繼續看TC 邊打邊農 指示之騎士 一直有在往外派 強化教堂也補下了 待會強化教堂 就可以提升這周圍的村民的 開奇速度 那目前支援量來看 是有道特這邊 稍微落後一些 那哈特這邊還是稍微領先的 經濟量106吋領先10吋 雖然看起來蒙古有點慘 背鋪按了一些生旅在家裡防守 這邊著翔 好 逼退了騎士 來清旗兵要小心 這波要拉回家打 好 好 這裡駱駝 想要直接手撕掉這根劍塔 先把自己的主機給拿回來喔 好 旁邊中期並沒有太多的開戰 反而是走向一個偏濃的路線 但是Hura這邊也還沒有趕快開下TC喔 這樣是有點危險了 就因為大家都在濃的時候 就只有自己沒有在濃 那抽屜會被拉開的有點嚴重喔 那待會TC的部分可能要考慮往後開 往前開的話風險還是有點太大了 好 這裡要小心 大量的騎士 死六隻 鎖在家裡 哈特打算要一個人硬上 但是後方有三隻生旅 被迫往回拉 那東西打出了沉盾的傷害 擊殺掉了一隻騎士 好 但是沒關係 殘血的單位拉回到後方 可以繼續補血 這波又有一個多線 三隻騎士可能要被招掉 最後一隻騎士來不及招喔 來不及低調 反而被招走了 好 下方兩邊還在僵持當中 現在要讓蒙古有一個很好的發育機會 待會蒙古突擊轉出來之後 情況才會有大大改變 那目前 Hura跟道德的策略是想要先擊潰 小子亞 小子亞這邊如果真的擋不住的話 待會蒙古要一打二也是有點困難 但是蒙古要一打二的話 似乎比較有機會阿 好 小子亞這邊直接正面用騎士硬扛 不管了 反正這一波不打 你們還是會硬上 但是Hura這邊 有二公二房的肉馬 打起來傷還不錯 但是後面的TC還在努力輸出當中 好 兩隻生侶在後方想要招牆 結果直接被騎士接上去高地直接砍死 後方的小子亞騎士並沒有馬上補上 後方的駱駝3-3來遲 團戰打完了我才到 你猜的沒錯 先昏一波再做 混起來 3TC繼續農 現在蒙古 駱駝數量要穩定起來也不太容易 而且到帝永世代 駱駝還沒有三級馬卡卡 所以射擊 會蠻害怕射擊的 但是有重裝駱駝的情況下 到帝永世代還是可以用一下 好 駱駝這邊高打低 防守效果還不錯 但是這邊肉馬數量實在太多 要小心後面的反殺 這面的騎士數量開始起來 後面的騎士也開始趕到 果然駱駝還是被打了回去 這一波道德 騎士數量還是夠多 好 那現在的情況是 中間一直有少量的騎士去到處燒了 兩邊都是沒有走工兵的路線 終於補下第一根城堡了 然後再來也把第一根城堡 補在石頭礦旁邊 然後守住這個城鎮中心 那待會看到城堡的 道德跟Hero應該就會選擇撤退了 看要不要去打下蒙虎家裡 好 好 一級農田補下 在道德 下了一個城堡 現在5TC一直農 這個TC開的事有夠多 好 Hero這邊又抓到了一波 兩邊分數開始持平了 分數一直跳來跳去 到底誰輸誰贏還看不出來 Hero這邊軍事分數非常高 但是家裡有點被衝爛 人被迫收村 提示回救 好 村民死了 這個數量有點多 村民出紫山 62村 蒙古這邊83村 Hero這邊是全場村民最少的玩家 好 這裡再著想到 道德的騎士 再來 來到了前面 想要直接衝 這裡拼了燈 示意著要讓大家直接往前衝 好 但這一波騎士還在撈 後面騎士也撈進來了 這邊騎士也要小心 道德有沒有看到呢 沒看到的話會死很多村民喔 第一村被拿下了 第二村也拿到 道德好像沒有在看 現在忙著控這一坨騎運 這一坨BD成功拿到道德非常多的村民 完全沒收村 道德不想要損失這一波的騎士 這一波BD讓道德損失了大約五六寸的村民 好 正面這個城堡也開始有輸出了 這裡要小心 駱駝終於來了 好 這裡喬架頂下一級射 希望可以靠 箭矢的傷害 補佔一些 軍事上的劣勢 正面道德的騎士數量有點多 但是駱駝一來 完全能守住 駱駝這次數量夠多了 好 Hela這邊 再次往前衝 這裡有抓了一些村民 哈德的村民處一直往下掉 這裡補了一個強化教堂 剩下一下這邊的伐木效率 也讓村民有地方可以躲 好 正面的騎士直接砍死了兩隻僧侶 這一波僧侶也是送光 道德這邊雖然一直往前攻 但是分數已經開始落後了 現在村民術領先的還是少年跟HOT 兩邊村民術加起來有204村 Giro這邊的村民術只有79村 非常的稀少 就跟日本的亞斯波基一樣 村民術要趕快拉起來才行 現在兩邊的村民術都來到103 106 道德是112村 待會要找個機會點個帝王時代 現在這個情況硬點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反推 但道德的支援量是明顯可以點的 好 蒙古這邊率先點一下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補下之後 就可以開始慢慢考慮轉一下蒙圖 但現階段來說按蒙圖的話 沒有辦法迅速給出對方更大的壓力 骆驼可能還是要先升級一下攻防的部分 待會才有機會去神射擊單位 好 這一坨 馬斯帕抓到了一些村民 到達極限收村 後方這一個騎士繼續追趕 這一波多險BD 做到了一些事情 好 正前方暫時沒事 後方騎士突然開打 Hira這邊速度量有點寡不體重 這樣還要繼續打嗎 好像會打輸 好像會打輸 好 後方這一波 到了又來了 好 左邊 把我夾住 哇哇哇像到處都是騎兵亂騷擾 到達這波中招到一個大的 這一次直接殺到了HART大量的後面的農田村民 連挖石頭村民也糟糕了 這裡要趕快收村 好 這一波 會戰之後 HART的順速下降到只剩111吋 好 後方這一坨騎士 結果沒有控好 被駱駱給吃光了 哇這個就是頂尖的2比2 到處打來打去的 好 那地龍師來伸上去 駱駝先穩定起來 待會要找個機會再去往外 發個金礦 不然黃金要支撐駱駝 跟蒙古土技是不太可能的 不然待會就是要轉槍兵了 但我覺得蒙古的槍兵並不是很強 而且也沒有大喜兵 可能還是要靠駱駝當作正面扛線 重裝駱駝還是要先提升 蒙古土技要非常小心才能出 但沒有優勢的時候 出蒙古土技 可龍就除一除 就被對方騎士一波帶走 好 重裝騎士兩邊都提升 現在HERA跟DOT 升級時間差不多 目前HERA由於一直被殺到的關係 帝王世代明顯落後了很多 最後上帝王世代的死HERA 但是分數他也是最高 最技跟軍事都來到了非常高的分 少年這邊的軍事分數稍微低了一些 一直在走防守室 好 這邊上來 駱駝要小心 這騎士數量有點多 重裝駱駝升級好 好 可以回頭開打了 重裝駱駝前面16隻 後面哈爾特大量的木達斯帕 開始成型起來 傷害開始給到了HERA身上 HERA這邊是12加4 3攻已經先點好 進在單位先開打之後 先點攻擊力是大於防衛力的 好 喬治亞這裡 要抓到這一坨 到頭上面 到頭可能是要往前蓋寶 但這波有被抓到嗎 沒有回頭 結果是右邊的駱駝 一致排開 到頭的重裝騎士正面硬扛 這一波有點扛不太住 對方的重裝駱駝 現在是全場的霸主 要打得贏這一坨駱駝的話 還是要轉槍兵的 高免跟 跟馬扎爾都是有大級兵的 好 這一坨生女 最後還是有招搶到一些駱駝 右邊的莫拉斯帕再過來交戰 兩邊都在中線的地方開始匯軍 這一坨兵力有點大 但是沒有守到自己的驚慌村民 好 莫拉斯帕努力往前 現在金瑞版本也補下了 金瑞莫拉斯帕成型之後 待會就沒什麼敵人了 好 城堡三根 繼續踩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的造價真的很便宜 43隻的莫拉斯帕來了 好 看一下傷害 16加6 20點的傷害值 待會三攻再好 22點的騎兵傷害 近戰防護力還有7點 對方騎士互打 莫拉斯帕有絕對的傷害跟防護力 好 上方的駱駝又再次開戰了 道特的重裝騎士努力爆產 但是重裝駱駝傷害時代有點高 但這根城堡好像有夾住了 好 莫拉這邊要面對的是超多莫拉斯帕 但是如果這邊莫拉轉槍兵的話 就意味著他會失去主動選 而且轉型的時間也不太容易 花的黃金也是非常多 這邊真的是不太敢打 好 這邊想要等道特來 道特來的話有機會打住 結果這邊駱駝又一致排開 開打了起來 但道特這邊有點寡不敵走 對方駱駝數量實在有點太多 即使拉走 會到城堡下方 這邊的莫拉斯帕想要突圍 莫拉這邊好像快要扛不住 完全夾不住 3公斤好了 騎士一瞬結束蒸發 莫拉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少年跟哈特拿上比賽 這個雙打組合有點力有點東西 莫拉斯帕提升完之後直接收掉了 這邊可以看一下 右邊這裡重裝駱駝也是扛線扛得很好 雖然高明這個文明可以高速量產重裝騎士 但是遇到駱駝文明的時候 就會很難受 因為你的主力部隊很容易被壓制住 那莫拉斯帕也是對方的騎兵殺手 量產速度夠快 甚至連遊俠都撞得贏的可怕的騎兵單位 但是要成型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道特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但是其他支援上來說 喬治亞這邊ROR是來到28,2900 以打騎兵戰來說 食物最多的才是關鍵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1個費兒 1個費兒 7個費兒 谢谢观看